昨天台宿好多的长官啊 一些官员们啊 大家站起来呢 就一鞠躬道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说今年4月份 害得越南中部的渔群 集体暴斃死亡 当时呢 大家都怀疑说 是不是你台宿越南厂害的呢 就是你排放废水吗 好 当时呢 台宿极力撇清 但没有想到昨天呢 案子判出来了 全案大逆转 确定是台宿的问题 而且开罚罚金很重耶 5亿美金 相当于是台币162元 台宿越南钢厂高层一次排开 身穿灰色西装 站在台上最中间的 就是越钢厂董事长陈元辰 带同鞠躬道歉 原因就是4月爆发的 越南死于事件 外界把污染源 毛头指向台宿越南钢厂 派能恢复家乡环境 越南政府29号公布 合进钢厂缓检结果 内容指出是下包商作业疏失 台所也敢在当天晚间发出声明 表示尊重调查结果 甚至提出5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161亿高额赔偿 更创下越南当一企业罚款最高纪录 我们公司对最近引发的环境事故 导致越南中部市省人民的生活 生产工作 以及海域环境中的严重影响 越南合进钢厂由台速中钢砸下3300亿 共同投资 却引发越南居民多次抗议 不只让台速蒙上一层阴影 就怕排华事件后再度引发冲突 越南政府更是发出公告 强调将密切配合工业区企业安宁 5月暴动已经造成巨大损害 希望当地企业能做好防范 大门紧闭不让外人入侵 更严禁公司劳工成群集合 就怕冲突一触即发 原定6月正式点火 投产的越钢厂再度延宕 还没正式开工就一再卷入纷争 警官总裁王维渊亲自到越南 展现诚意还是南平当地居民怒火 三连新闻许少年孟国华台北报道 好 当然外界也在讨论 这件事情我们勒索 一点点的意味在里头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台速已经砸了3000亿元 在越南厂里面 而且传出来整件事件爆发之后 其实台速总裁王文渊 还有副总裁王瑞华 6月有亲自到越南一趟 但没有想到越南居然出现 什么样的动作呢 居然被当地政府禁止离境 不让他们回到台湾 所以大家也觉得很纳闷 是不是越南官方有施压 要两个人一定要为死于负责 所以昨天可以看到 整个案子大翻转了 变成台速是有问题的 而且要赔台币162亿元 现在外界更担心的是 当地的排华效应 可能会更加严重 要打造东南亚最大一贯作业练钢厂 台速几乎打造历年来最贵钢厂 但还没颠货就爆出污染事件 台速集团低头认赔 外界分析这恐怕将是 台速集团最受屈辱的一天 市场传言台速高层 包含台速集团总裁王文渊 副总裁王瑞华 六月赴越南就是要处理 钢厂延荡事宜 原定一周行程 却遭越南官方禁止离境 意图施压 王文渊王瑞华仍在异地 最终只得付赔偿金 达成双方协议 并没有考量说 为当地增加很多就业的机会 那跟当地的民众又相处得不好 越钢厂多次引起越南当地 大规模抗议 黄世聪透露 除了经理誓言 杨鱼虾或钢厂二选一 还有政治因素 合金钢厂是前总理所签订 新总理恐怕不放在眼里 有台商证实担心 在有排华事件 当地政府出动保安 尽管台商不怕卷入纷争 但台塑集团砸下千亿 前进越南投资钢厂 意外提到大铁板 恐怕也是当初始料未及 三里新闻 许少爷 孟国华 台北报道